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中共的最新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在5月1日首次进行出航。 中共宣称福建号可以跟世界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相比。 外媒分析认为,中共这艘新航母跟美国的航母相比, 其实有两大关键的劣势。 注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 中共官媒央视是这么说的。 福建号毫无疑问是,整个东半球迄今为止出现的吨位最大, 性能最强的航空母舰。 西半球的任何航母都没有办法跟它相媲美。 正因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实力, 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最高的智制造出一艘如此强大的战舰。 只有最伟大的工业国家才有资格尽善尽美地建造它。 我去,说出来真的不怕丢脸。 CNN是这么说的。 所有的美国航母都有着相对于福建号的两个关键优势, 就是动力和规模。 所有美国航母也是采用核动力。 只要船员有足够的补给, 就能够在海上持续航行。 而福建号靠的是常规动力, 就是用柴油。 所以它经常要补给, 要停靠港口, 或者是用游轮在海上加油。 就是说你无时无忌地要背着几个尿袋, 不然的话你就走不了多远。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核动力, 在海上逗留个一两年完全不成问题, 根本不用补充燃料。 第二,就是海水淡化。 船上的几千名官兵连同船员都要喝水, 洗澡也必须用淡水, 而不可以用咸水。 这么大的一艘船, 几千人每天冲凉梳洗, 连同已用的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的船要用柴油来烧水, 因为你不能把的海水片刻淡化, 要透过烧水才可以淡化。 所以中国的船一定要靠岸补给, 因为燃料搞不定, 谁也搞不定。 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就可以轻松进行海水淡化, 变成洗澡和饮用的水。 这是中国的航母做不到的。 第二当然是规模。 航空母舰的作用主要是运载战机。 美国航母在规模上也比福建号有着很大的优势。 福建号的排水是8万吨, 尽管比山东号和辽宁号要大。 山东号和辽宁号的排水 分别是6.6万吨和6万吨。 但是美国海军拥有比福建号更为大型的航空母舰。 美军的福特号排水是10万吨。 人家的排水比你大这么多, 可赛的战机比你多, 人家都没有说什么。 所以中共在那里自吹自擂, 真是非常丢人。 就好像在说, 你看我, 我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民族了。 我们吃得起白饭了。 这样说出来, 不觉得羞耻吗? 人家已经把吃牛扒, 喝牛奶当作是主食。 你却还在说, 我们吃得起白饭。 说得好像全世界最了不起似的。 我们小时候看日剧《拔信》的故事。 当时的日本很穷, 能吃得起白米稀饭的就已经是一个有钱人了。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吃不起白米稀饭。 到了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可笑。 白米饭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根本就不吃饭。 因为吃饭会长胖。 所以我们只吃宋菜。 那试想一下, 在一个很穷的时代, 吃得起白饭就已经是有钱人的时候。 又哪里会有肉吃? 现在人家美国已经是用肉来作为主食。 主要的粮食是吃肉了。 当然还有薯条等等。 回头来说, 福建号。 美国有十艘尼米兹级航母。 排水是8.7万吨。 已经比辽宁号大很多了。 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 美国的这些大型舰艇可以搭载更多的飞机。 大概75架。 而福建号最多只能搭载60架。 美国国会研究处在1月份的报告中强调, 中共的福建号和其他的两艘航母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意义。 在一个涉及对抗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局势之中, 中国的航母极容易受到美国的舰艇和飞机的攻击。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特别折扣连接。 中共在不断吹嘘自家航母的先进性。 但是日本的时报报道,说他们仍然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有观察者提出,中国的航空母舰上的人员训练水平,以及作战要求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分析人士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使得美国舰队保持优于中共舰队的主要因素是实践。 就是实战。 因为人家美国真的是有出动,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打过仗,但是说不定会在不久之后是打得一两场。 研究员告诉CNN,美军有几代人都在操作航母,有很多不同的操作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 这可以说是一种经验,而中国绝对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美国真的有实战经验,有去打仗,主要是如何跟战机配合,航母是干嘛用的,主要是用来让战机升降。 其实,现在美国的战机这么先进,已经不需要停到航母上,而且随时可以进入你的国家,如入无人之境。 轰炸完你之后,你连影子都找不到。 而且还不需要动用到最先进的F-35。 美国只需要动用80年代的F-16,就已经可以把你打得像猪头一样。 俄罗斯把自己吹得有多么了不起,所谓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结果俄罗斯的苏-30,苏-35完全就是不开一击。 连美国的F-16都可以一面倒地吊打俄罗斯的最新型战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福建号在不断吹嘘,说他们已经是采用了直流杵能电磁弹射。 但是这种直流杵能电磁弹射有一个缺点,就是信号泄露太大,不但会干扰舰上的电子设备。 而且还会被敌方发现目标。 而福特号是采用交流杵能电磁弹射。 而且福特号是采用核动力,不需要耗费任何燃料。 储备力也大很多,比起蒸汽弹射的设备,它们的核用水要轻很多。 福建号由于是柴油动力,所以能源已经不够用,也耗不起。 同时,中共也搞不出高速旋转的巨大飞轮。 光是一个轴承,德国跟日本就不会把最好的卖给它。 它自己也做不出来。 还有就是刚才。 为什么它的航母不能有过多的飞机起降? 原因就是刚才不行。 中国的飞机普遍超。 飞机如果升降过多,就会造成劳损。 中共的战机为什么不行?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战机因为刚才不行,控制不了。 所以,战机的本身态。 战机态的话,就要耗费燃料。 如果把燃料加满,就无法装满弹药。 如果装满弹药的话,就装不了燃料。 所以,只能够装一半的弹药和装一半的燃料。 这就变成了飞行距离大大受到限制。 要经常回去补给,那还怎么打仗? 人家的战机可以做得很轻盈。 可以装满弹药。 也可以装满燃料。 但是中国根本做不到。 而且,你现在才有弹射。 但是,弹射人家早在90年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中共的辽宁号全身是乌克兰的瓦阿良格号。 是70年代的设计。 不知道是华翔式还是弹射装置被拆掉了。 总之,中共就是吹得天上有地下屋。 再告诉人家我们有多了不起。 已经可以吃得起米白饭了。 可是人家已经把牛排当成是主食了。 人家天天吃牛排吃汉堡。 你还在那里说我们终于吃得起白米饭了。 已经很厉害了。 说出来都不怕丢人现眼。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航空母舰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打台湾,根本就不需要出动航空母舰。 所以,习近平的目标其实是南海。 他认为他要占领南海,就必须要有航母。 到时候就可以封锁马六甲,或者是印度洋, 又或者是马六甲海峡被美军封锁了。 他也可以走印度洋的出口。 例如,在缅甸有一个出海口。 为什么他这么紧张缅甸? 因为当时日本就是封锁了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条驼峰航线, 透过缅甸运送一些物资。 经过滇免公路, 运到中国的大后方进行补给。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最要的战略位置。 还有就是, 印度洋也是一条很要的航道。 运石油可以通过印度洋运到亚洲。 如果万一被美国切断石油供应, 他就要走印度洋这条路。 所以他才要吃巨资收买了马尔代夫的新政府。 问题是, 现在美国的战机即便是没有航母也可以打击你。 你们的航母输送不过是活靶子, 可以被人用来轻松射击。 人家的F-16就已经可以轻松吊打你中共的战机。 根本不用出动F-35。 所以说出来, 真的让人笑掉大牙。 还以为又多了一艘航母就有多少了不起? 你的战机不行。 而航母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装载战机, 然后去打击敌人。 要是真的在空中开战, 中共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 所以, 面对着习近平真的是很无语。 军事方面我虽然不太懂, 但是现在中共连最简单的方面都过不了关。 而且还拿出来大吹大雷。 把烧柴油也讲得天上有地下屋。 简直就是比当年的北洋水师还要自大。 当时北洋水师确实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 因为是从德国买回来的。 但是, 贪污是最致命的问题。 而现在的中共比起当年的北洋水师, 贪污的程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打起仗来只会是一个笑话, 绝对会被秒杀。 只需要半场球赛的时间就会被全间所有的海军空军。 而我们我们也很期待中共真的会动手, 希望它越快动手越好。 等到它动手的一天, 就是它亡党亡国的一天。 习近平的心很大, 但是心悦大愿意死得快, 希望它真的能快点动手。 我们等待中共倒台已经等得够久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